为了庆祝3月8号国际妇女节 位在空军三重一村里的一间复合式餐饮店 将推出穿旗袍喝下午茶的特别活动 民众只要事先预定就能够挑选店家所提供的旗袍 品尝讲宋美临喜爱的糕点 想要穿越时空感受一下民国初年 妈妈小姐们穿着旗袍喝下午茶的情境吗 位在空军三重一村里的一间复合式餐饮店 就特别针对妇女节推出特别的活动 民国小姐的旗袍下午茶饗宴 那当天会制作讲宋美临夫人 她们最喜欢的红豆松糕的部分 然后还有一些甜品 然后你也可以现场直接穿着我们的 我们会提供现场会有旗袍的部分让你挑选 然后就悠闲的跟着我们在这个老宅 那你可以在这里像你回到过去穿着旗袍 悠闲的喝着下午茶 然后走走看看 然后让自己与老时光有一点不一样的激动 当时会有空军三重一村 正式由蒋送美临协同复联会募款出资新建 因此业者特别策划了这样的活动 既能和老宅的历史连结 也能有不同的体验 因为整个园区其实是在民国43年 由蒋送美临夫人他们带领复联协会 然后投作筹备基金 然后一起盖出来的 所以其实当初是从篱笆墙到慢慢的红砖墙 那我们谢谢他们在这么艰苦的状态下愿意掏出他们的能力 然后也感谢就是在妇女节的这个空间 然后谢谢蒋富人 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活动从即日起一直进行到3月8号 由于每天的名额有限 提醒大家记得要事先预约 找一天来品尝不一样的糕点 穿着旗袍 漫游空军三重一村 记者沈志宏林锦宇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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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